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厦门地铁三号线祥谷区间顿购 顺利始发 地铁三号线建设步入全面提速阶段 厦门吉美盐学总部正式开业并投入运营 吉美区将打造成中国南方的盐学之都 端午节来临 祥安区举办社区居民包粽子比赛 童安影视城举行端午民俗文化节 今天是2018年的6月16号 星期六农历五月初三 我们来看今天下市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美丽乡村建设是在农村实施的一项 利民惠民工程 今年来我是按照中央千村整治 百村示范的部署要求 大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按照我市的美丽乡村建设计划 今年全市在安排30个村庄整治 并按照统筹发展 燕地制宜 生态优先 以人为本的原则 打造成百姓赴生态美的美丽乡村 目前30个美丽乡村建设项目进展顺利 已完成年度计划投资的三分之一 三甲是同安区亭西镇造水村的一个自然村 被列入今年整治的30个村庄之一 村入口处有几棵苍老的龙眼树 据村委会负责人介绍 原先龙眼树下是一片荒草地 这次整治 施工人员对场地进行平整 在用鹅卵石砌起了沟槽 堆上了种植土 建成后将引溪水自流 改造成一处碟水景观 而这样的整治项目在三甲村远不止一个 三甲村整治是去年12月启动的 今年更被列为美丽乡村建设的省级示范村 先后实施了村道荒杂地整治 和房前屋后绿化美化 在去年完成造水溪4.2公里步行道建设的基础上 三甲村把营造青山绿水的生态环境 作为美丽乡村建设的首选 目前已完成整治任务的90% 为下一步实施乡村有专属民宿 壮大集体经济打下基础 我们整个造水村有温泉 有樱花还有流风溪 平常就吸引了很多 我们周边城市的游客过来游玩 所以我们也会借助这种气息 好好的把我们整个资源 进一步整合来优化 通过我们足足辈辈留下来 这种自然优势 给它转化成我们一个 经济发展的一个优势 除了三甲村 今年同安区还将实施 十个村庄整治和美丽乡村建设 目前大部分项目已完成改造方案 和工程初步设计 准备施工招标 预计7月份将组织力量进场施工 与往年相比 今年村庄整治和建设 将更加注重景观效果 并让村民得到更多的实惠 据同安区建设局村镇站介绍 过去村庄整治 对房屋立面特别是平改坡 没有做数量上的硬性规定 今年则要求将平改坡模式 扩及村庄所有房屋 并要求在美丽乡村建设图泽 指导家进行 一个平改坡的话 上来的话 那个加工程的话 至少一个隔热的 产生一个隔热效果 第二个就是说 让农民真正得到实惠的话 他一些经济比较差的话 我们政府补贴 以讲的代理部的模式 给他补贴一部分的话 他可能村民的话 就有办法把房子 一下子装就起来 让农民真正得到一下实惠 按照市建设局部署 今年我是将安排 30个村庄整治 和美丽乡村建设项目 其中吉美区5个 海仓区4个 同安区11个 小安区10个 30个项目中 建设省级示范村8个 重点村7个 一般村15个 整个建设将继续采取 以讲逮捕 以讲促制的办法 让各级财政合理分担建设资金 计划投资4500多万元 截至5月底 我是以下波今年首批 以讲逮捕资金 1809万元 以完成投资 1710万元 完成年度计划投资的 33% 本台记者报道 昨天下午 厦门地铁三号线 祥安行政中心站 至普边站区间 右线顿购机 顺利事发 这夜标志着 厦门地铁三号线建设 已步入全面提速阶段 地铁三号线 祥安行政中心站 至普边站 右线区间 全长572米 沿东北走向 区间地质复杂 施工难度大 各参见单位 根据地质勘探结果 购筑物位置 隧道埋身 地表沉降等实际情况 在始发前 对顿购机选行 进出洞加固方案 顿购专项施工方案等 进行多次专家论证 从顿购机出场 下井组装到调试 均严格进行 评审验收 为顿购机的顺利绝尽 奠定监视基础 本次始发的顿购机 选用涂鸦平衡顿购机 直径6.4米 整机长 约85米 重500吨 它的特点就是破岩能力强 能够应对咱们上面 整个这个区间的 所有的一切地质条件 因此也可以是说 针对咱们这个区间 有针对性的 选择的自宫力气 祥普区间右线顿购 始发后将按照日均 七环左右 也就是每天8至9米的 速度绝近 另外 祥普区间左线 也已经达到了顿购 下井条件 预计在7月20号始发 根据这个公筹编排 咱们祥安行政中心站 到普边站 右线的贯通时间 预计在2018年9月10号 左线祥安行政中心站 到普边站贯通的时间 预计是2018年10月25号 据了解 祥安行政中心站 作为换乘站 有96米的刀把断 和长217米的标准站组成 车站建设也在不断加快 预计今年10月底 整个车站将实现主体封顶 截至目前 地铁三号线全线26个车站 已完成一个车站的主体施工 22个车站开展维护 土石方及主体结构施工 10个区间开展维护 及主体结构施工 区间绝进量占总量的13% 本台记者和通讯员报道 昨天下午 市15居人大常委会 召开第27次主任会议 研究决定提请市15届 人大常委会 第14次会议审议的议题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陈嘉东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 原林绿化条例草案 轨道交通管理条例草案 以及海域使用管理规定 等五部法规修正案草案 议题准备情况汇报 听取了我是 生活垃圾分类执法工作情况 促进中国福建 自由贸易试验区 夏文片区建设 规定执法检查情况 以及2018年地方政府 债券发行及预算调整草案 2017年是本级财政决算 2017年度是本级预算执行 和其他财政收支的 审级工作议题准备 情况汇报 会议还听取了 2017年我是环境状况 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 我是学前教育发展情况 第10批厦门市荣誉市民 推荐人选 市人大常委会 组成人员守则草案 国家工作人员 宪法宣示办法草案 等议题准备情况的汇报 会议决定将上述议题 提交市15届人大常委会 第14次会议审议 此次常委会会议 定于6月27号召开 会期两天半 本台记者报道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今天上午 厦门集美研学总部 正式开业并投入运营 集美区提出 升级集美学村的概念 整合辖区 衣 食 住 行 玩学等资源 通过一个研学总部 加16个周边研学课程基地 将整个集美区打造成 中国南方的研学制度 今天上午 厦门集美研学总部 迎来今年暑期第一团 300多位重庆学生入驻 坐拥十多所高校 十余万时升 融合了华侨文化 闽南文化 学村文化的加耕固理 集美 是中国东南文化研学资源 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去年 厦门集美对台研学旅行基地 成为福建省首批对台交流基地 也是全国首个对台研学基地 今年 集美区再次投入5000多万元 打造一站式研学总部大楼 集美研学旅行产业基地 这座研学基地 及住宿课程教室 集散中心为一体 将成为未来集美区 打造产城学人一体 推动青少年研学产业发展的主振地 为远道而来的世界各国青少年 提供更丰富精彩的研学旅行体验 这是我们整个基美打造 南方研学之都的 应该说又一个举措 我们这个研地 那总共占地呢 4000多平方米 有2万这个建筑面积 研学的课程 16个分课程底下 有300多个子课程 包括我们刚才的 这个研学导师的队伍 已经形成了 耕队老师 教官队伍 导师队伍 专家队伍 这个四位一体的这么一个体系 好的研学旅行不只是春秋游 还需要核心内容的设计 今年金美整合辖区文教区 景点演艺中心等资源特色 首次规划出五大主题路线 包括由敖园 大社文化街区 吉美学村等组成的人文吉美路线 由圆伯苑 双龙潭 天目温泉组成的自然吉美路线 以及由诚意科技探索中心 幽度营地等组成的科技吉美路线 适应新时期青少年 对于研学旅行的新需求 现在的研学营 跟那个传统的这个春秋游 它有一个本质上非常大的区别 那传统的春秋游 它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游网 研学旅行 那我们主要是重点更多 突出于说 它能够在大自然 在户外实际移动的课堂 体验工业文明 对话国家 恢复之文化遗产 布袋系 体验我们厦门的人文之美 本台记者报道 市教育局 市财政局 市发改委近日联合发布了 关于提高非公办 普惠性幼儿园 财政补助标准的通知 从今年秋季学期开始 厦门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 财政分级补助标准将提高 每生每月最高补助600元 根据通知 我是将适当提高 四个等级的 非公办普惠性幼儿园 财政分级补助标准 也就是说 政府将按照 每招生一名符合条件的幼儿 给予幼儿园补助 一年按12个月发放 即寒暑假也有补助 补助标准相应调整为 区市省示范幼儿园 由原先的零元补助 调整为每生每月600元补助 一级元的补助标准 由350元提高到600元 二级元的补助标准 由250元提高到400元 三级元的补助标准 由150元提高到300元 合格员的补助标准 由100元提高到200元 通知要求 一二三级和合格员的补助经费 应全部用于保障教职工工资待遇 示范性的幼儿园 应把补助经费的50%以上 用于提高教职工工资待遇 其余用于改善办学条件 推进教学改革 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补助资金方面 私民区 湖里区 吉美区 海仓区 由市区财政按5比5比例分担 同安区 祥安区 由市区财政按6比4比例分担 本台记者报道 第16届618中国海峡项目成果交易会 旨在促进项目 技术 资本和人才的有效对接 记者了解到 利用618平台 不少厦门企业让先进技术开花结果 不仅成为企业发展的助推器 同时为我是产业发展 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 人体是细胞的集合体 一个成人每秒钟大约有2500万个细胞在进行分裂 在这个过程中 构成细胞的原子以及电子 这些带电体也在高速运动 产生特定的生物电磁波 我是科技企业佳音在线 研发的大数据无创细胞体检仪 将人体细胞产生的生物电磁波信号 转换成对应的生物电数据 在与计算机海量数据库 加以对比 体检者只需手握检测手柄 一分钟后即可看到近300个生理指标 不仅速度快而且便捷准确 据介绍 这款无创体检仪的技术核心 就是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结合 未来还有望形成中国人自己的健康数据 我们从去年开始研发出来到现在 我们已经累积了接近8万个 体检来接近8万个数据 而且每天的采集量越来越大 当我们达到100万个数据以上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就是中国人自己的健康数据 那这样我们准确力会再提高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等级 眼前这款看起来像花岗岩的外墙装饰 有个响亮的名字叫天宫石 它是厦门顾客涂料有限公司 将在今年618上展示的一款新型产品 企业负责人介绍 天宫石具有优异的保温隔热特性 与传统的外墙保温装饰建材相比 有更强的耐寒隔热性能 能够降低能耗75% 同时安装便捷节省成本 不受季节气候和地理环境限制 并且抗震方烈 正因为有这些优点 天宫石已经成为该公司在市场上需求最大的产品 不管是技术的先进性 还是市场占有率都是第一名 我们未来在中国的生态城镇化建设方面 还有我们的旧墙的节能改造方面 我们将会有一番大作为 本台记者报道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夏世新闻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端午来临 爱夜飘香 随着人们对传统文化认知的不断加深 利用端午节弘扬传统文化 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 请夏天来介绍一下 好的 在中国人的传统里 包粽子吃粽子 是过端午节必不可少的环节 昨天祥安区启动第十二届和谐林里节 二十个社区的居民们 在现场以包粽子比赛的形式庆祝端午节 伴随着开赛声 居民们迅速进入了比赛状态 粽叶一卷形成一个锥形 放糯米再用手压十包上 快速用棉线包扎起来 一个粽子就包好了 比赛以社区村为单位 每组两个人 以五分钟为实现 看哪一组包得又多又好 手要快 很久没有包了 以前更快 比赛的各组选手都有自己的绝活 每个步骤都做得干净利落 一点都不含糊 最终来自祥安浦园社区的洪阿姨和她的同伴 获得了第一名 两个人五分钟包出了58个粽子 洪阿姨自己就包了30个 这种活动特别好 弘扬传统文化 然后大家邻里乡亲 积极在一起 更乐闹 更有诚伪 然后那个粽子也是一种艺术 自己动手 比较有乐趣 希望通过这种活动呢 靠着我们广大广大这个群众而一起 好 将我们的这个 种植成城 万种一心 到我们的民族精神 到我们的乡村一起去 开展建设 本台记者报道 在同安影视城 随着端午节的来临 第七届端午民宿文化节 今天也拉开了帷幕 投湖 驱武读 汉地塞隆州等丰富多彩的民宿活动 让市民游客在玩乐中 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神 古越齐鸣 互卫威武 格格阿格和群臣整齐列队 33人组成的宫廷早朝实景在线 让游客们拿起手机拍个不停 在现场 投湖比赛也吸引了不少人的参与 距离不算远 难度也不算大 但箭矢从手中飞出 想要投进十公分左右的湖口 可不容易 市民游客在游戏中 感受到了这项中国传统礼仪 和艳艳游戏的魅力 也了解正己修身的含义 一直以来 民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 农历五月是 蝎 蛇 蜈蚣 壁虎 蝉除 出没之时 人们用佩戴香囊 点熊黄 刺五毒等方法 来攘解邪灾 祈求健康平安 在童安影视城 一项名为《驱五毒》的小游戏 就吸引了众多小朋友们 踊跃参与 扔出小飞镖 刺重五毒的身体 孩子们在寓教娱乐中 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神 此外 皇宫汉地龙洲区位挑战赛 明清街区千古往事等一个个游玩项目 也让大朋友小朋友们 在黄瓦红墙 雕梁画栋的童安影视城 感受这个端午节小长假 带来的民俗味 本台记者报道 早进排练厅 吴晶晶正在为学生们传授高假戏的表演技巧 从眼神 手势到蝶步 吴晶晶都亲自示范 她告诉我们 高假戏粗广大气 古朴生动 特别是丑绝表演艺术的独特性 是其他剧种少有的 只有刻苦练习反复揣摩 才能将角色的一颗一笑 刻画得唯妙唯笑 在练功的时候 就是连吃饭我都拿着碗 我都在走我的蝶步 睡步 所以后来我的蝶步练得特别好 那跟这个是有关系很刻苦 从夜40年来 吴晶晶演过3000多场戏 60多个角色 她改编创作的高假戏阿搭嫂 就活灵活现地塑造了一个 刚从乡下来到城里的 淳朴善良 急功浩毅的阿搭嫂的形象 赢得了观众的好评 在钻研表演艺术之余 吴晶晶还积极探索 高假戏传承发展的道路 她认为要两条腿走路 既要表演精湛 也要在舞台形式上 迎合新时代观众的审美 在斯明区厚江社区的 蒋古堂里 范寿春老人正会声会色地 为居民们讲着故事 范老今年90岁了 即便腿小不灵便 她依旧坚持 在每周五的下午三点半 风雨无阻地来到社区 赴君女的约 每周要写个手稿 对我们核对 核对完才能 发给每个来 蒋古堂的学员 她就是说文化传承下去 她用一些很浅显易懂的 一些艳语 让这些老人家很喜欢来听 范寿春老人从幼年时 便萌发了对蒋古艺术的 强烈兴趣 参加工作后 她不仅在广播电台 担任了八年 讲古角的主持人 录播讲古作品五百多篇 还出版了一系列书籍 以及讲古音像制品 广受读者和听众的欢迎 如今的她 依旧活跃在基层社区 为居民讲古 她说 除了因为这是自己的兴趣爱好 更重要的是 自己还肩负着使命 那就是将讲古文化传承发扬下去 据介绍 截至目前武士有飞移项目名录 117项 传承人221人 其中世纪以上飞移传承人113人 48家各类传习中心所 形成了飞移项目保护单位 传习中心 传承人 共同传承的模式 探索出了一条飞移保护的新路子 本台记者报道 下面来看一出综合消息 昨晚 戏剧海仓经典相传 歌子戏专场演出 在海仓阿罗海广场上演 演员们用歌子戏 这种传统艺术形式 与市民们共度端午佳节 共同传承民宿文化 以往每逢佳节 闽南人家都会搭戏棚请西班 搬着小板凳为戏入迷 如今这样的场面 被搬进城市中心的商圈里 传统与现代更紧密地 融合在了一起 也唤醒了大家记忆中的美好 作为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艺术展览系列活动之一 昨天 厦门市书协历届主席团成员 书法作品展 在文林艺术展览馆开展 本次展览 共展出21位 市书协历届主席团成员 所创作的105幅书法精品 涵盖了历书 行书 楷书 传书等多种字体 汇集了罗丹 许玲 陈美祥 张承锦 等厦门多位知名书法家的佳作 厦门市书协成立于1982年 30多年来 举办了一系列歌唱新时代 弘扬主旋律的文化活动 今天上午 CCTV社会语法大棚车 驶进厦门 在闽南古镇 在歌在舞 以论坛和路演的形式 开展地面推广活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社会语法频道 请来了曾经参与过心理访谈 夜线等栏目的嘉宾 通过歌舞 访谈的形式 讲述了理解父爱 如何关爱自闭症孩子 等一个个爱心故事 在互动环节中 节目制片人 还与市民面对面交流 传递了普法守法 安居乐业的社会正能量 咱们厦门市呢 入选了全国信用体系 模范城市的一个试点城市 这在全国只有12个 所以呢 我想咱们厦门市 在法治政府建设 在信用体系建设这方面 都做得非常好 感谢收看今天的下市新闻 更多内容 请观众厦门广电的 微博微信和 看厦门手机客户端 再见 再见